在基隆的著名景點 海門天險 風景秀麗 吸引了不少民眾慕名而來 不過網路上有不少的文章 描述如果到了皇冠時分 夜幕低垂時 海門天險就成了國人禁區 這一些文章內容 寫得會聲會影 說當地居民常常在半夜 聽到喊打喊殺的征戰聲 還有清朝的女子 會在路邊搭訕問路 不過到底這些鬼魅從何而來呢 原來海門天險在青霸戰爭時 清兵死亡人數破千 就地挖了三個大坑埋葬 俨然就像是亂葬崗 而同樣身為基隆戰略據點的 大五輪砲台 在抗戰時期 日軍就以炮火猛烈攻擊 大五輪砲台 導致整營駐守大五輪的士兵 全軍覆沒 傳聞此後 大五輪每到夜晚時分 就會有操兵演練的聲音 據說還有情侶 被突然出現的軍魂 嚇到落荒而逃 請看資深記者陳湘怡 陳妖宏的採訪報導 位於基隆西北方的大五輪身上 有一座將近兩百年歷史的大五輪砲台 每逢假日都會有不少遊客慕名而來 可是傳聞一到黃昏時分 大五輪砲台就成了國人禁區 哇 這邊能量直接充滿了 這段影片是夜遊探險家齊名 自穿帶著從國外購得的 測軌儀器夜闖大五輪 但車只開到了半山腰 測軌儀器就偵測到 不尋常的能量訊號 而且這股神命的能量來得又快又猛 鬧得蠻兇的一個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我之前跟許樂有來過 而且我們甚至在裡面碰到鬼大家 難道在山裡兜兜正傳 找不到出路 是不存在的靈體給擅闖恐怖 禁閉的夜遊探險家最後的通牒嗎 還是他將會遇到更不可思議的事情 有一些人曾經在這邊有聽到一些 好像是操兵的聲音吧 半夜的操兵聲回盪在荒廢多年的 大五輪砲台 坊間傳聞是在一次戰爭時 死了許多將士導致這裡冤魂散 當時日本人還曾經派了一個漢奸 就是假裝成和尚 然後到那個地方去畫園 就當時均勻的人 就讓這個和尚在那邊住了三天 於是這個和尚把這個地方摸清楚之後 回去跟日本人講 於是日本人就針對幾個重要地方 做密集式的轟炸 結果這個整個機女的所有的 裡面的人全部都是因為這樣被炸死 所以當時這個大五輪砲台 就死了非常多很多人 這個傳說被以而傳而許久 事實上大五輪砲台是歷經十九世紀 鴉片戰爭和清化戰爭的歷史砲台 而且在日治時期日二發生戰爭 日方也為了防禦基隆重新修建 跟傳聞中的故事相差甚遠 不過民俗專家清零現場 卻有意外發現 這個地方有一個鬼王 它這裡的鬼王 所謂的鬼王 它有這個能力去吸收 所有的孤魂野鬼 包括五祖的 包括鬼爺跑掉的 全部把它吸收來這個金融這一塊 那這個砲台在當地其實也非常有名 那甚至有人說這一個地方是一個禁地 沒事最好晚上少來 葉猶太險家的告誡不是沒有道理 晚上不要來不僅是因為大五輪砲台 充滿詭異氣氛 有時候還會直接給你回應 假如你們是軍人的話 請再能量再給我強一點 OK 基本上它已經跳到紅燈這一塊了 那我現在來看看 Goose Meter的答案是怎麼樣 答案是一下 OK 第二次的答案也是一下 代表是說他們確實是軍人沒有錯 夜遊探險家的測鬼實路 是真是假 無從得知 但是關於大五輪砲台的詭異傳聞 仍眾說翻譯 這地方好暈思喔 你快走喔 沒事 有我 曾經有一對情侶 他們就是來這邊玩 然後他們來這邊玩的時候 突然間就是 那個男生本來一直想要捉弄他的女朋友 那女朋友其實來到這個地方 就很害怕 但是他就一直不敢帶他走 他女朋友就有點不高興 那不高興了之後呢 他們走到了好像是這一個房間吧 我現在走過來的這一個房間吧 這一個房間 就是這一個房間 然後他男朋友就讓他女朋友先進來 然後結果要嚇他女朋友 想要在後面裝鬼嚇他女朋友 結果呢 就一到靠近窗戶的時候 哇這時候一個就是戴那個軍帽的軍人 就從那個整個窗戶這樣看他出來 然後把他們整個人嚇一跳 然後他們就落花 嚇到落花了一跳 情侶驚嚇過度 匆忙下山 卻有一票的人不信邪 想一探詭異進去 那當然早期很多年輕人都喜歡來這邊試膽 那他們就這樣騎摩托車 浩浩蕩蕩的騎上來啊 然後就在探險當中 不知道是不是 炒到了 長眠在此的一個軍人 然後那個 他們就碰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邊啊 我把鏡頭轉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好像在這個附近吧 你看其實看得到前面還有一些椅子可以坐人 他們其實就在這附近 看到了 一個人就坐在那個椅子上 他們就覺得有點 看那個人是不是他有什麼事情 當他們準備要過去要跟他 問看看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沒想到他們其中 這一群裡面有一個是 那他突然間 怎麼突然間 踢擋 但是呢 他一車拆 一起下之後 人就昏倒了 那這群人也覺得不對勁 也不敢往前繼續靠過去 所以 那個人就被他抬下山去了 那抬下山之後 人家問他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才說 他們 他當時來到這邊 就非常會 看到很多的那個軍人 一直擠他 一直擠他 然後他才覺得這個地方不對 連他 他才會起打 他起打之後 沒想到他就被這些人 把他弄到暈倒這樣子 8月7號這天 我們和夜遊探險家齊名 再度探訪 後稱台灣恐怖勝地的大五輪炮台 反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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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反應就是有反應的狀況 他站就會直接跳到右邊 然後他繼續有一些聲音出來 這一個房間 就是之前 那一對情侶站到的房間 然後就看到 後面那個窗戶 有一個人就這樣慢慢的升上來 但是 當時那邊都沒有半個人 就是在這裡 這個環境會有反應的話 我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對 我相信其實什麼東西 都卡在這個地方 對 夜遊探險家的側軌儀器 基頂亮晴紅燈 這被界定為靈體已經靠近 但是否因為附近有金屬 或者手機訊號 因此影響側軌儀器 就不得而知 可是同樣擁有恐怖傳說的 還有基隆戰略據點 海門天線 相傳 因為青霸戰爭時 青兵死亡人數破千 就地挖了三個大坑 埋葬 死掉了軍事 等不到家人來幫他超渡 變成他們會越來越 十九 時間久了被變魔 變魔他就會有時候 運氣比較不好的人就會遇到 有時候八字輕人走路都會看到 都相傳說這邊其實就是有一個青草的 穿著那種青草的女子 都會在那附近在那邊走來走去 甚至於就說 他會主動來跟你聊天 會來跟你講話 所以說他們都有在講說 如果你在這邊看到有單獨一個 穿著那種古裝那種青草的女子的話 你最好就是要趕快演 因為亂葬崗常會混亂 混亂的話當然 他就會一直想要出來到環間去抓人 抓交替 因為他們要去搶死 海門聽譴的都市傳說盛囂成上 不過還是有人想試膽量尋刺激 他才走到這個涼亭附近的時候 他就聽到有聲音在他耳朵變 這樣喃喃自語然後講那個不知道他聽不懂的語言 跑過來我那邊 他說我不行了 因為我看到這個涼亭裡面坐了一個人 而這個人看起來非常高大 而且他穿著不像是現代人的一個穿著 他穿著像是好像以前那種軍裝 然後他又看起來很高大 所以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法國人 那這地方曾經死過一些法國人 那個清朝的戰爭 變成亂上岡的地方會產生混音 會產生很多很多的營運事件 原因是這裡 因為他們出出入入了 海門聽譴的詭譎磁場 就連修行過的老師也難以抵擋 而第一次我其實是帶一個老師來 我一開始帶他們到下面的法國公墓那邊 結果他到那邊我車一聽好 他就直接跟我說走走走走 我說為什麼要走 他說他頭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我就這樣聽他的 我就走了 然後他因為法國公墓再開上來 只有一段的路 所以我帶他來這個地方 結果我也有帶他下來這邊走 結果他一走了之後他就說 這裡好多 然後我就問他說好多什麼 他說軍人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還沒聽你 早期是一個戰爭之地 那當然有軍人也不是那麼的意外這樣子 然後他又講了一句 很多都是斷聲斷講 常常會因為有缺氧的情形 而造成有某些程度的試幻覺 從精神科的專業角度來看 夜遊團屬於心裡過度緊張 所以引起試幻覺 才能看到或聽到他們口中所謂 不存在的靈體 而曾經是古戰場的大五輪炮台 及海門驚險 隨著世代更迭 如今他們都成了國定古蹟跟著名景點 那些都市傳說僅止於茶餘飯後閒聊即可